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章表示 越南已经正式取代了中国 越南持续改革开放 中国持续搞文革 越南的政治体制不会出现软服重新时代越南社会主义核心 越共和中共最大的不同在于2001年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 就废除了越共中央的政治局常委 只保留了18席的委员 因此越共总书记无法像中共的总书记那样 透过政治局常委来扩张自身的权力 变成皇帝 同时越南最高的权力机构也不是常委会 而是整个中央政治局 作者表示 中共每年的全国代表大会都会有出现有没有人不同意或者弃权 然后一边举手赞成所有的事情 然后大喊没有意见的荒谬的画面 在越共的全国代表大会是不会出现的 媒体会播出三头马车 包括了国家主席 总书记 总理和中央委员会委员投票的画面 中间会摆放一张桌子 桌子上面有票柜 投票项目就是三头马车和18名的委员 当然无法和台湾的民主选举来比较 但至少是正正当当的投票 越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可以共同参与决策 不像中共那样由总书记和常委关起门来自己决定 作者表示 越南的国家主席和总书记是两个人来担任 总理的权力也相距不大 因此外国元首访问中国只要见习近平一个人就够了 但是如果访问越南 是一定要见总书记 总理 还有国家主席 以及国会主席 要与他们一一的面谈和握手 而越南国会对总理和国家主席有质询权 文章表示最大的不同就是两国的总理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是主席和总书记的助手 越南则非如此 越南的总理是越南国会的一员 由越南国家主席提名之后交给越南国会选出总理 所以就算大家都知道谁是下一任的越南总理 还是要经过国会议员的票选 但是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是国家主席本人提名之后交给人大去决定 但这个人通常是没有悬念了 换言之 越南总理的概念是西方内阁制的概念 中国总理的概念则是接近所谓的双手掌制 主席和总书记是总理的老板 总理则是秘书和助理的地位 作者说外加越南的政治派系与中共不同 中共与其说是派系不如说是大佬政治 因此如果今天习近平倒了 习近平派系的人就会跟着完蛋 江泽民完蛋了 江派就完蛋 但是越南即便是阮敬勇出局了 还是担任了一届的政治局委员 而且他的两名儿子现在还担任委员 也就是说越南原本传统的北方派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南方派 谁当老大都是会传承下去的 比如阮敬勇之前的南方派的领袖是前总理潘文凯 阮服重的前北方派的领袖是农德梦 谁当大头都不是重点 而是谁是这个派系的当头 作者表示越共中央军委和中共的中央军委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 越南的模式是国家主席是越南人民军的统帅 但是越共的总书记才是实际的领袖 但是中共的结构是总书记自己就是直接且实际的领袖 因此越共中央军委里面会有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在内 因此越南在决策军事行动还是会要考虑到政府和国会的立场 越南国防部长有权直接的指挥各区的军队 所以设有副部长 但是中共决策军事行动完全是凌驾在政府之上 完全是由党来决定 同时越南最担心的就是重复当年那个被西方认为 是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越南 中国当年就是因为在越战和冷战的局势下受益 也认为美国拿它没辙 所以才会诞生出像习近平这样的人物 好再来看一下健康马形成马的发明人曝光 网民痛骂误国害人 见一次打一次 来自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今天发表了一篇文章 该文章是在中国媒体上官新闻和封面新闻当中所发表的 文章表示在中国疫情期间出门就得展示自己的健康马形成马以及核酸的测验 这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这三年以来的生活常态 也是普通人切身感受到的大数据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重要性 文章表示不可想象没有大数据 疫情期间的行踪排查将会乱成什么样子 而改变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的大数据天才马晓东 文章说马晓东在1986年1月出生 出生地是在宁夏的雇员 2006年以宁夏雇员式的高考班级的状元身份考入了湖南大学 在小期间他带领的团队完成了谷歌以及IBM合作的大数据 分布式计算技术的商业项目被称为是网络数据的天才 而他也是现任的苏州国云数据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CEO 波士顿咨询全球高级顾问 北京信息化协会的副理事长 国民经济大数据实验室的副理事长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等教育创新中心 数字化人才研究院的副院长 还有中国高校教材大数据分析及应用实践的总编 文章表示马晓东是中国大数据的焦点人物 在1986年出生曾经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工作过一年 后来成为了苏州大数据智慧项目的领头人 该文章还表示这才是中国应该追捧的明星 大学毕业之后 马晓东进入了职场到了阿里 成为了阿里大数据的首席负责人 参与阿里大数据平台大数据框架的构建 是淘宝最年轻的核心数据项目的负责人 文章说2011年的时候 马晓东离开了阿里 组建了国云数据 开始正式的创业 马晓东在阿里就发现 无论是阿里还是其他的企业 都存在业务人员 无法实时准确的使用数据 进行分析决策的现状 这一现状让他萌生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让所有的企业都来用大数据 而且用得起 文章说大数据魔镜也是基于这一初衷 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迭代更新 最终到了研发成功的阶段 于2013年初的时候正式上线 开始面向市场进行推广 2014年 马晓东带着大数据魔镜项目 为国云数据天使轮融入了近千亿的投资 吸引了来自IBM淘宝华为微软中科院 百分点等精英的加入 公司从苏州拓展到了北京上海 与中石油一号电京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 展开项目合作和战略合作 2014年 马晓东被中国官方授予了中国十大 十代凯末青年的称号 国云数据也荣登了中国大数据服务客户满意首选品牌 入选了北京中国信息创业30新企业 而同年的1月19号 马晓东被评为了推动行业经济发展年度创新人物 国云数据也荣获了大数据客户满意度十家品牌的称号 文章说马晓东本人也被创业家杂志等多家媒体专题报道 企业创业的事迹也被写入了创业江苏梦想成真全书 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数据天才 文章表示大数据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至关重要 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就是指路的明灯 特别是疫情的行踪排查来说 大数据之下才能够无所遁形 这一切都离不开像马晓东这样的优秀青年 不仅如此 马晓东自主研发的大数据魔镜 还让中国国内的企业免费使用 而之前只能花几十上百元买国外的大数据的产品 这一切无不诠释着一个青年科学家的责任与担当 该文章还表示毫不夸张的说 中国14亿人都要感谢36岁的马晓东 开发了健康码和行程码 为中国抗击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还说现在人人手机上必备的健康码行程码以及核酸检测 成为了通行证 而这一类的大数据的开发离不开36岁的马晓东的突出贡献 曾经是宁夏雇员市高考状元 他考入了湖南大学之后 被称为网络数据的天才 文章说大学一年级就成立了上百人的俱乐部 专门研究数据 有不少知名的互联网企业主动的和他合作 包括谷歌IBM以及中国的国家云计算重点实验室 当时他只有21岁 同时与三方合作研究大数据 文章还表示在大学毕业之后 马晓东已经是名声显赫 在圈内很有知名度 24岁的时候 他当上了阿里巴巴的大数据的首席负责人 成为了阿里最年轻的高管 那个时候的阿里所有的服务器和数据库都是进口的 一心想搞出国产的云计算 但是云计算需要大费周章 一般用时太久 很多专业人士甚至认为需要上百年 而马晓东和四个同事一天工作18个小时 三年之后就做出了中国国产的大数据的产品 俗称为大数据魔镜 另外文章还表示 其实健康马不是一个团队能够完成的 它凝结了太多人的心血 还表示现在中国的国家博物馆馆藏当中 收藏了一行代码 就是健康马引擎的第一行 下面列举了参与健康马项目的工程师的姓名 这背后也有阿里团队的技术支持 文章还说正是千万个普通劳动者的贡献 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尽忠职守 诠释了真正的责任与担当 而这篇文章在网络当中已经发布之后 也引来了中国网友的一片骂声 以下就是网络媒体中国数字时代编辑的网友的一些回应 有网友直接表示 中国人民感谢你八倍祖宗 还有网友表示 技术含量很低 骇人物国极大 有网友说 他宅在家里健康马一直都是绿的 但是这一辈子却已经黄了 有网友直接表示 他这样的发明创造 简直就是流芳百事一臭万年 还有网友表示 见一次就打一次 还有网友表示 这个垃圾害了多少人啊 有网友表示 他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觉得这货不会被人记住他的好 但是肯定是骂声一片 网友留言说 看到都是骂他的 他就放心了 有网友说 他这就是走了一个狗屎运而已 网友说 这种发明也有人来吹 真是疯狂 是帮助人类进步了吗 还是改善了什么呢 有网友说 大数据也是大凶器 网友表示 就像菜刀一样 既可以做饭 也可以杀人 结果不在于刀 而是在于使刀的人 网友表示 这让他莫名的想起了 中国的借网瘾的雷电法王杨永信 好 再来看一下 俄国宣布制裁拜登家属等200名美国人 来自法管的信息表示 俄罗斯外交部在11月11号的时候发布声明宣布 对包括美国总统拜登的妹妹和两个弟弟在内的200名美国人进行个人制裁 禁止他们入境 根据俄罗斯媒体塔斯社的报道说 俄罗斯的外交部在11月11号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 作为报复性的措施 俄罗斯对200名的美国公民实施入境的禁令 俄罗斯外交部的声明表示 为了回应拜登政府不仅对俄罗斯官员 商业还有公职人员以及文化界人士不断施加的新的个人制裁 而且对那些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讨好华盛顿的人施加的对等的禁令 对200名美国公民实施进入俄罗斯联邦的禁令 报道表示据悉被禁止入境俄罗斯的包括了拜登的妹妹和两个弟弟 白宫的发言人卡林·让皮埃尔 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等等 报道说在这一禁令当中 还包括了美国学术界、商界和公共机关等多个领域的人士还有家属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推荐给您的亲友 敬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